那它所代表的其實是除了比特幣之外 在座的各位都是拯捲 這起訴訟案的終局 將非常深刻的影響未來加密貨幣市場監管的走向 甚至很多人認為 它將間接導致下一波加密貨幣牛市的開端 或下一波拋售的恐嚇 哈囉我是腦哥 大部分加密貨幣投資人都知道 幣圈其中一個最大的不確定因素 就是監管的風險 並不是說如果政府宣判比特幣違法 或是以太幣不合規 這些區塊鏈就得收起來 把工人師抓去關 不至於 但至少政府能限制的是 正規機構投資加密貨幣的自由程度 比特幣越合規 現貨ETF或基金如果能出現 機構及資金也更有機會投錢進來 而最嚴重的監管風險 莫過於某某加密貨幣被宣判是 證券 證券就像是股票、基金等各種金融商品 一旦一檔加密貨幣被認定為證券 就必須遵守適用於證券的所有法律規範 包括披露公司財務遵守營運的約束等等 你的幣才能在公開市場上讓大家交易 不然就是違法 基本上你可以說現在絕大多數的加密貨幣 都沒有辦法符合這樣的約束 也有很多知名的幣圈項目 甚至背後的營運團隊都是匿名的 所以當美國證管會SEC主席Gary Gensler 在二月份宣稱 連以太幣都是證券時 不少朋友也是下了一身冷汗 但幸好 加密貨幣是不是證券是由法官判定的 而法官判定某個金融資產是不是證券 並不是自由心證或他自己高興就好 而是有一套我們都能理解的準則 那就今天的主題 Hawaii Test 尤其在現在的環境 我想Hawaii Test是所有加密貨幣團隊 甚至所有幣圈投資人都應該了解的東西 以免哪一天你重壓的幣 直接被判死刑下架 那這部影片我們就來聊聊 這個能決定加密貨幣生死的Hawaii Test 到底是什麼東西 主流加密貨幣能通過Hawaii Test的考驗嗎 如果不能又會怎樣 最後還有一起已經纏綜兩年的訴訟案 是許多人認為 能斷定多數加密貨幣 能不能通過Hawaii Test的決定性案件 而很多人認為這起案件能在今年結案 到底什麼幣這麼有影響力 它能順利戰勝SEC 開啟下一輪加密貨幣牛市嗎 讓我們直接開始吧 Hawaii Test是美國最高法院 早在1946年就制定了一個判定一種資產 是否可以被視為證券的測試標準 這個標準起源於當年的一起橘子園的案件 有一個橘子園老闆叫William Hawaii 他的Hawaii公司 是一間在美國佛羅里達州 種橘子賣橘子賺錢的公司 有一天這個William Hawaii覺得 這個橘子生意應該擴大經營 他要跟大眾募資 然後跟投資人共享橘子收成的利潤 那一間公司要跟大眾募資 最常見的方法就是去跑上市上規的流程 你就能發行公司的股票 那些買你股票的投資人 就能分享你公司的盈利跟成長 但上市上路也太麻煩了 William Hawaii想到了一個新招 可以繞過那些麻煩的法規做到同樣的事 他先搞了一個賣土地的契約 把土地切分賣給許多的投資人 然後再搞了一個使用土地的契約 讓公司可以繼續在這邊種橘子 並且承諾未來橘子園的收益 都會分一些給這些土地投資人 他聽起來繞了一圈 但從結論來說 這些投資人就像是買到了這個橘子園的股票 他們不用去幫忙管橘子園 但他們卻能根據這兩個契約 年年享有公司採收橘子的收益 就像公司年年發股息給股東一樣 聽到這邊如果你覺得很複雜 你只要知道一間公司發股票的本質 就是先跟大眾拿到一筆錢 然後約好公司賺錢的時候分紅給持股的人 而這個Hawaii橘子園的情況就是這樣 他先跟大眾拿到一大筆買土地的錢 然後約好這些土地 公司還是會拿來這種局勢賺錢 並分紅給這些投資大眾 根據美國證券法 如果你要公開販售這種證券性質的金融資產 他們專有名詞叫投資契約 就是必須受到證管會的約束 政府才能夠保障投資人的權益 於是1946年 SEC控告Hawaii公司的行為是違法的 他在販售未註冊證券 而Hawaii則上述說 我的土地契約雖然有點像證券 但他跟證券法的定義跟描述 並不完全一致 不該被視為證券 於是這就有了最高法官 為了判定此案 對當年並不完善解釋的證券法 做出了補充說明 也出現了沿用至今的Hawaii test 根據最高法庭的判決 決定一個資產是不是證券 不應該被他的發放刑事所限定 他只要符合以下的四大條件 就可以被視為證券 第一 投資人有出錢投資 第二 這個錢投資到一個共同事業 第三 投資人有獲利的預期 第四 這個獲利來自於他人的努力 在這個橘子園的案例中 很明顯 7月中投資人把錢給了Hawaii公司 符合第一點 這些錢投入了這個重橘子的共同事業 符合第二點 他們為什麼要投資這個錢做公益嗎 他們有獲利預期 符合第三點 那為什麼這個錢投資了可以獲利 因為有人努力重橘子賺錢 符合第四點 於是最高法院判決 Hawaii公司的案子 符合證券法的證券定義 W.J.Hawaii公司敗訴 不得再用這樣的方式向大眾募治 而這樣的判決方法 從1946年到現在 也成了法院檢定某個資產 是不是未注册證券時的標準作業流程 時至今日 隨著美國監管越來越緊迫 隨著加密貨幣項目 也開始擔心監管的魔爪著槍自己 尤其是害怕你的B或NFT被判為證券 這陣子就剛發生一起頗受矚目的案件 由Dapper Labs與NBA合作發行的知名NFT項目 NBA Top Shop Moments 在2021年5月被用戶集體起訴 指控其NFT販售違反了證券法 而美國紐約南區的地方法院 在今年2月22號首次認證 依據Hawaii Test的標準 該NFT確實符合證券 那如果之後Dapper Labs上述為國 可能就得面臨退出美國市場 罰款 甚至牢獄之災等證券法的法則 我們來看看法官是怎麼認定 NBA Top Shop Moments 符合Hawaii Test 第一點 金錢的投資 因為Moments NFT是直接用美元計價來販售 因此符合這一點沒什麼問題 第二點 投資與共同事業 NBA Top Shop的條款中提到 Moments NFT在Flow區塊鏈之外沒有內涵價值 這意味著如果Dapper Labs倒閉 它所營運的Flow區塊鏈 以及這些NFT都可能受到嚴重影響 因此法官認為該NFT的價值 與發行公司Dapper Labs 整體盈利能力存在著因果關係 是為投資與共同事業 第三 投資人有獲利預期 這個是這整個案件最讓人啼笑皆非的一條 法院認為Dapper Labs的公開聲明跟推特推文中 充斥著火箭跟錢袋的表情符號 以及把Moments NFT視為投資的描述字句 足以暗示其獲利預期的處境 第四點 獲利來自於他人的努力 法院認為即使NFT價格是由市場決定 但確實要靠Dapper Labs的努力 來維持整個Moments NFT的價值 因為它很大程度上依賴於Flow區塊鏈 Flow代幣和NBA Topshop平台的發展 這算是币圈近期最知名的一起 Highway Tax判決吧 你可能會覺得法官在判的時候 把官方推特的火箭Emoji 放到考慮依據很瞎 但這就是真實按鍵 這就是目前币圈大型項目 都要面對的不確定性 那前的SEC分部負責人也警告 币圈項目們不要再使用這類的表情符號 以免在之後的法庭上害慘了自己 如果說至今只有NBA Topshop 或是幾個市值排名較後的加密貨幣被SEC開刀 那我們或許還能說這也是個案 不會影響到整個市場 但是如果今天所有加密貨幣市值排行第二的 以太幣 也被端到判刑台上 那就真的是現象級的恐慌了 因為即使你沒有投資以太幣 大多數人也同意 ETH是除了比特幣之外 最去中心化 最不應該被視為證券的加密貨幣之一 它更是所有公鏈馬首自然的表率 如果以太幣被認定是證券 那它所代表的其實是除了比特幣之外 在座的各位都是證券 事實上早到2018年 SEC官方就表示過 比特幣跟以太幣不是證券 BTC跟ETH 是數萬檔加密貨幣中 為二被點名安全的 不過自從在以太方升級 The Merge 從POW轉換為PoS共識機制後 就一直有傳言在說 監管單位有機率認定 這樣的新以太幣就是證券 SEC現任主席Gary Gensler 更是在今年的2月23日 接受紐約雜誌專訪時 明確表態 他認為除了比特幣之外 加密貨幣全都是證券 引起了一陣風波 同一個月 SEC也指控美國非常大的 這間交易所 Kraken 他們的ETH職業服務 就是未經合可的證券發售 而Kraken隨後也向SEC 支付了3000萬美元的罰金 才跟SEC打算和解 但難道轉變為PoS之後的 幣圈人我們以為的利好 The Merge 竟然在監管上成為搬石頭雜跡的腳嗎 這邊其實有個天大的誤區喔 那就是即使Gary Gensler 他個人確實主張比特幣以外的幣都是證券 但縱觀SEC幾次攸關ETH的指控 你會發現美國證管會所堅持的證券 並不是以太幣本身 而是提供職壓服務這件事 所謂職壓是只將以太幣投入節點 協助這條區塊的驗證 並賺取收益的行為 如果要主張以太幣本身是不是證券 你得追溯到他2014年ICUO的時期 他怎麼賣的才能知道 而就像我說的SEC早在2018年都對此有了解釋 BTC跟ETH不是證券 如果你去細讀SEC控訴Kraken的報告 你會發現他們指控Kraken違反證券法的行為 是在於提供用戶職壓以太幣 以及職壓其他幣種來賺利息的這個服務 而非ETH這個資產 從他們引出HarveyTest的方法 就可以看出端倪 他們說這類型的職壓服務符合HarveyTest 因為第一 用戶將資產交付給了Kraken 涉及了金錢的投資 第二 他們投資在一個共產事業 那就職壓 幫助某條區塊鏈的驗證與營運 第三 這類投資有預期報酬 沒得狡辯因為職壓的行為 就是有4%和5%的年花收益 還有第四 這個獲利來自別人的努力 這邊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在SEC的說辭中 並非拿以太方區塊鏈的良善運作 判定為他人的努力 而是表示Kraken的服務中提到了用戶可以輕鬆地將資產托付給他們 就能享受職壓的收益 解決了用戶的痛點 可視為努力 加上其實Kraken不見得會將所有的用戶ETH拿去節點職壓 所以Kraken實際上完全掌握了用戶資產的使用權 對用戶來說這需要更多的保障 其實有一定的道理是嗎 那中萬以上但凡這類的職壓服務 SEC可能都將認定歸屬於證券法的管轄之下了 你可以想像的Coinbase、Lido他們的職壓服務 也很可能是同一個道理 如果他們也在美國境內持續提供服務 SEC估計也不會放過他們 那我們簡單下個小節 以太幣本身的證券疑率並不大 除了SEC主席自己一個人想要管很寬以外 普遍是認為他應該被歸列在商品的範疇 由美國的另一個監管單位CFTC來管轄 但提供以太方職壓服務的機構就得小心 因為加密貨幣的職壓服務 現在看起來就是SEC特別針對的對象 那說到這裡 我也想聽聽觀眾朋友的想法 你覺得提供職壓服務真的屬於證券嗎 或者是ETH本身真的安全嗎 可以試著用HighwayTest的原則 在留言區跟大家交流討論 那事實上 在這整個加密貨幣有證券疑率的恐慌氛圍中 有一起正在進行的案件 它的最終結果 有可能會為整個風向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那就是2020年12月纏送至今的SEC速Ripple案 Ripple發行的瑞波幣 就是目前全币圈市值第六大的加密貨幣 XRP 所以很狂 這還跟SEC打官司還能維持這樣的市值 但XRP的價值到底在哪裡 我們之後再做影片介紹 我們先來了解一下這個訴訟案 Ripple公司的業務之一是金融轉帳服務 比起昂貴又緩慢的Swift系統 Ripple允許客戶將法幣換成XRP 透過區塊鏈網路結算後 收到XRP的接收方 再把XRP換回法幣 實現更快更安全 而且手續費趨近於零的跨國大額匯兌 那聽起來XRP就是個功能型代幣 怎麼會有證券之前 但SEC既然主張即使XRP存在匯兌的功能 市場上的投資大眾 依然是將資金放到這個由Ripple營運的共同事業 並且是抱持著獲利預期 因此在2020年底告上法庭 在當時引起的渲染大波 直接導致了Coinbase跟幣安一度下架XRP 幣價單日狂跌33% 那當然 你可以看到Ripple的玩家抵抗 包括主張在HawyTest中的第三點 投資者獲利預期中 他們並不符合啊 因為他們並沒有在發行XRP的時候使用火箭斧炮 他們沒有在公開聲明中表明過 他們會提高XRP的價格 來讓用戶獲利 他們對XRP的定位從來就都是商品屬性的功能型代幣 Utility Token 就像石油跟黃金一樣 市場有可能會預期石油漲跌而去買賣 但這不代表石油應該被認為是證券 他們就應該是商品 那當然 這起案件目前還在進行中 雖然石油風聲說Ripple的勝訴不遠了 包括法官堅持要SEC成長2018年 美國政晚會委員表示BTC ETH 都不是證券的文書 作為參考證據等 似乎暗示了法庭偏向Ripple的態度 但最終的判決 最終的How We Test 依然還沒有裁定 我們唯一能確定的是 這起訴訟案的終局 將非常深刻的影響 未來加密貨幣市場監管的走向 甚至很多人認為 它將間接導致 下一波加密貨幣牛市的開端 或下一波抛售的恐慌 而這起訴訟已經越來越白熱化 我想它絕對值得任何一個當下的币圈人 密切關注了 了解How We Test 有助於我們評斷一款加密貨幣是否有證券疑 但NBA Top Shot的火箭Emoji事件 也讓我們知道 法官的判別標準 也有可能會超乎你的想像 我們能做的 還是只能做到最好 並如履薄冰 甚至乾脆離開美國 其實很多BN項目在發行跟上架之後 都有刻意避開 不讓美國地區的居民使用 畢竟就是全球性質的DeFi項目 美國監管再演 我不做你們的生意總心了吧 其實這也比較讓我安心一點的原因是 因為終究這代表即使美國監管 將很大的影響币圈資金進出 就算我們面臨最糟的情況 美國直接宣判加密貨幣違法 這個市場都依然能繼續存在 監管終究是殺不死真正的創新 但無論如何 在不熱殺創新的情況下 制定適當的監管法規 妥善的保護散戶投資人 才是我們最應該一起努力的方向 也才是加密貨幣能帶來更多價值 改善更多人生活的唯一名路 期待XRP按鍵能早日以大家期待的方式落幕 那這部影片就到這邊 你對於XRP跟以太幣質疑是否符合證券 有什麼想法呢 可以在底下留言區跟大家分享 如果這部影片對你有幫助 可以幫我按讚這個影片分享給有興趣的朋友 訂閱我的頻道 讓YouTuber人參法 知道我們想看加密貨幣的內容 所以比特幣就會長 有任何問題都會在底下留言區留言問我 那這樣啦 我是腦哥 我們下集再見 Peace 如果你想投資加密貨幣卻還沒有帳號 可以使用底下的B案連結註冊 B案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貨幣交易所 用底下的連結 還可以享有交易手續費20%的反線 如果你想要量化交易聰明投資 可以使用底下的派網連結 派網是币圈知名的量化投資交易所 一樣使用推薦連結 可以享有20%的手續費折扣 製作為幾次 空間的鼓際 劑獲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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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es